第35題 有關於汽油的敘述何者正確 A是經由原油乾硫而得到錯 我們原油的製造是用所謂的分硫不是乾硫 乾硫是隔絕空氣加熱 分硫是分段蒸硫 因為它的成分很複雜 所以必須要分段蒸硫一段一段的把它取出 那逐漸逐漸的再去精煉 所以呢答案A是錯的 它是液化B選項說是液化石油器的俗稱錯 液化石油器就是我們平常家裡叫的桶裝瓦斯 它的主要成分是丙碗有的有一些丁碗 那麼它跟汽油是不一樣的東西所以是錯的 豬它主要成分是甲碗錯 甲碗是天然氣的主要成分 天然氣裡面有甲碗 可能還有一點點的椅碗 所以呢這個也跟汽油不一樣 所以只有C選項是對的 因為汽油就是丁類的混合物 所以第35題問我們說 有關於汽油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是數種碳氫化物的混合物 碳氫化物就是所謂的丁類 汽油是丁類的混合物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C 是數碗氫化物的 Hurricane 原來看看